说到Olivia这个名字呢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 但是相信听到你的 她的歌声的时候呢 一定会被那种空灵而深邃的声音给打动 那日前呢 她就来到了我们上海 接受了我们新娱乐在线的独家专访 她有着亚洲美机的称号 思念如烟 她飞入世界 我试着那一杯成几份苦甜 她是继小野丽莎和王若林后 第三位将Bossanova取风演绎的 如此美妙的亚洲女星 当年出道日本成名于新加坡的Olivia 被国内观众熟知 还是因为当年在星光大道上的一名惊人 她的不少英文歌曲都大受欢迎 但是由于中文的硬伤 华语歌曲始终是她面临的巨大难题 当然除了在音乐上独处一致 Olivia在健康生活方面也有她独到的见解 我的秘诀是越简单越好 因为我不想把保养当成是一个 很麻烦另外要做的一件事 比如说每天早上就喝一杯温的柠檬水 而且柠檬不贵 就超市买几个 然后就早上就挤一挤那个汁 说到健康 Olivia还特地请来了几位粉丝 在把她的好吃音音带给大家的同时 把健康也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果汁呢对身体循环的排毒非常好 然后可以一天 就是早上喝就是能够饱满一天的精神 非常有效果 然后如果长期的话 可以让皮肤更亮丽 电视机前的您不妨去尝试一下 一个百分百的早晨 就从健康的猪果汁和Olivia的歌声开始 健康生活听我的 我是Olivia王丽婷 新闻的再见 独家采访报道